11月19日上午9点 李某某案二审在北京一中院少年庭不公开开庭审理 晚22点许结束 宣判长宣布休庭 宣判时间另行公告 该案审理历时13小时 据北京中医院消息 李某某人坚持无罪辩护 法院将择期宣判 举之刑事介绍 李某某一直坚持本案只是嫖娼不是强奸 而且自己压根没参与 一审时他解释称自己喝醉了睡着了 二审时他又解释称 一进入事发房间就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二审中上诉方律师都做无罪辩护 提交的新证据包括被告人家的自然情况经济条件 以及一份视频资料 系律师本人到案发地现场模拟案发经过 用于证明以客观上被害人关于当晚经历的陈述存在不实之处 随后法院发布消息称 在庭审过程中 部分辩护人提出的调取新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等申请 法院当庭依法予以驳回 特班綜合 我听需见 我一般ystem 必须快变 要消息称 Ludwig 出品